从第一次上课到最后一次上课 基本上我们东西都会放在教学论坛里面 然后我们这课程其实会有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然是初阶 初阶的话基本上难度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点 不过后续还是有延伸的其他课程 我的其他课程基本上我有把它放在我们云端白板上面有一个 从VBA到Python的相关课程一个连接 当然我是建议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目标 因为课程必须要有一个衔接性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当然理论上会有一个进阶课 这个是初阶课 初阶的话再来就是进阶 进阶的话基本上就是里面当然包含比较多的 当然就比如说跨工作表跨工作部 还有就是像爬虫外部资料取得 另外的话当然就是再更进阶的一些相关的VBA程式 基本上就比较不会特别去讲到有关高阶函数部分 所以难度基本上会比较高一些些 其他的话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有关就是 那个枢纽分析表 当然了 那个其他我还有教一个课程就有关那个枢纽分析表 甚至是可以结合那个VBA 也就是说可以自动绘制相关的报表跟图表的部分 那因为现在呢 这个很需求一部分就是说能够把那个数据啊 资料啊data可以快速的把它图像化或者视觉化 那这个部分其实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当然你可以用那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那有些地方如果你不会做的话 比如说程式不会写啦 那我前面也讲过其实 你可以用录制的然后再来修改 像那个我是觉得Excel里面的那个图报表部分 真的还蛮简单的 尤其是那个它的图表部分 视觉化图表部分 其实可以用录制的 那程式其实真的基本上不多 但是我觉得效果还蛮好的 当然其他还可以延伸到所谓的python 这个我想各位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再延伸再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其他资料当然我们会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相关的讲义 那还有一些范例题 因为我们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多 所以没有办法每一题都讲到 那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他没有讲到的练习题答案的也都在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 那你们可以在自行在 看一下那个题目啦 然后试着作答看看好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的部分是在第五个单元 那今天的话也许继续再来看吧 另外的话呢 在那个云端上面 还有所谓的教学论坛 教学论坛里面 那我们有把每一次上课的相关录影 都放在论坛里面 那从第一次 就是有关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到录制聚集 一直到上个礼拜第七次 那相关的东西都在上面 那当然呢主要的目标啦 第一个当然我会希望说你们可以 学会 至少能够 把内建的 Excel内建的那个 250几个函数 可以 至少你要熟悉 即便你没有用过的函数 也要能够知道说 你可以针对它的提示 比如说它里面要你给什么样的参数 那你可以给一些对的参数 它会得到最正确的结果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在Excel里面很多地方 它好像就没有固定 可以用到的功能的话呢 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写VBA 那VBA当然我们用比较多的 当然就是所谓的Sub部分 所以怎么利用那个VBA撰写Sub 那对应的话其实是按钮 按下那个按钮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制定那个Function 不过Function我们用的比较少啦 因为基本上 感觉灵活度上面呢 如果跟那个Sub比起来 似乎呢 还是Sub按钮会比较方便一些些 那其他的话 你可能这一期课程 至少你还要学会 如何录制聚集 那当然有了很多地方 其实你程式不会写怎么办 其实录制聚集是一个 还蛮好的方法 那只是说录制聚集 你不能很随意的录制 我是建议还是要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可能要步骤 把每个步骤先彩排过 那最后记得录完之后 还检查一下并且加上注解 这个都是必要的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 怎么样学会那个VBA的相关技巧 包含就是说 比如说建一个变数 像这个变数呢 例如像K好了 像I啦 像J 这些都变数 里面的资料呢会随时变动 那并且配合回圈 那我们用最多就是for回圈 可以帮你重复 重复做什么事情 另外的话里面可以设一些逻辑 比如说一重逻辑 if andif 跟if里面加else 那如果多重的话呢 就是if else if 一直在else 那最后的话呢 你再是else 那最后记得也要endif 这个逻辑部分 那再来当然 其他还有比如说把什么呢 把e-sale当成资料库来用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就来讲一个案例 那请各位待会呢 先帮我开启这个 在 第五个单元里面的范例档 那这个范例档里面的话 请各位开启那个 饭店管理这一题 那这一题基本上 就有点像把那个 e-sale当成资料库来用 那各位可以打开之后的话 前面的话是booking booking的话其实就是 就是所谓的总表 那这个总表部分的话 就是说 这个 饭店里面的相关的记录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总共有a到i栏 那里面的话其实提供了 相关的资讯 包含就是 哪一个饭店 然后呢booking day是指的是 哪一个时候就是 就是就是 登记的 然后check in跟check out 哪一天入住 哪一天 这个 这个退房 ok 然后住这个饭店的几号房 然后loomer 几个人住 然后呢 他的first name 跟surname 那这里的话当然呢 这是他的相关记录 你把它砍错向下 我看一下 这边总共225笔记录 那当然呢 如果说呢 你今天要做查询的话 理论上 一般如果说要查询这个资料 通常会有一个ID 也就是说 这一笔订单 他的ID是多少 那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ID去查询到相关的资料 那当然第一个 ID有一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这个 我看一下 hotel 这个规则的话 请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云端上面的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 的第五个单元 那里面的话呢 就有一个相关的 这个ID的说明 那请各位开启这个 第五个单元里面的这个 饭店管理的这一体 我切到这个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有一个叫 饭店管理 这个把它打开来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道题 我们就是要先产生这个ID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从这个ID 去反查出 到底 这个订单的编号 是哪一个人住的 然后呢 他住哪一个房间 住几晚 不是几天 然后呢 多少钱 那总计是多少金额 如果说 当然前面的部分呢 是 入住的记录啦 那后面的话 其实 就是做查询动作 比如说这个 这个编号 请你帮我把后面东西查出来 那当然呢 这里面的话呢 关键的地方 其实就是透过ID 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必须先把这个 饭店管理里面的booking 的DA欄的部分先产生 产生完之后 才能够去产生 那个 这个 bo list 这个 透过这个ID 因为 前面有ID 才能查到这个ID 才能查出 到底 这个订单里面是哪一个人 哪一个人 基本上就是这个 把他的 应该是first name 加 surname 把他 串在一起 就是他的名字 那基本上的说明 请各位参考一下 那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 第五个单元 的那个 饭店管理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规则说明 那首先的话呢 这边 要产生 题目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是要 产生那个booking ID 那booking ID的话 基本上 他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问题就是 有点像长这样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他总共有 1 2 3 4个资料 那这4个资料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 这个LI 实际上就是hotel的缩线 然后第二个的话 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那里面的话 他分别会有这些 这些讯息 包含就是说呢 我们要利用 这相关规则 那总共会要分别把 这4个资料分别把它查出来 那请各位 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 其实他这个地方的话 就查哪一个hotel的缩写 然后check in的日期 可是check in日期的话 如果长这样 我必须把它改成 它的月跟日 不要黏 而且格式呢 必须要4个字 那住几天 另外的话 后面的话 就是他的first name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边基本上呢 我们要做出来的结果 就是缩写 然后哪一天check in check in日期 然后住几天 他的first name OK 那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我们假设要查缩写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缩写 那你们可以从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看一下 这边应该会有很多 其实已经帮我们把一些定义名称先定义好 那其中的话 各位可以找到有一个叫hotel的detail 这个名称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里面找一下 好 游标点这一个之后 再点下面 那你可以看到hotel detail在哪里 就是在hotel的这个工作表里面的i2到k14 i2到k14 基本上就是i2到k14在这里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i栏 就是他第一栏 是他的hotel name 所以从hotel name 就可以查到他的第二 第二栏的话 基本上就是他的什么呢 他的缩写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该怎么先把缩写查出来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什么 再去查询什么 他的check in日期 但是要月跟日 而且要试嘛 中间加一杠 然后呢 再来一杠 他住几天 不是几晚 然后呢 再加上他的first name 就可以产生他的ID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怎么样 可以把ID先完成 ok 那我先把那个画面 分享先切回给各位 试试看